理想MAG在广州车展上正式展出了新车的白车身模型 车顶侧位位置采用了螺栓连接工艺受到了网友的广泛关注 有媒体质疑这款新车的工艺水平 今天汽车之家就给大家来揭秘这一颗小小螺栓的秘密 理想MAG车顶的螺栓连接位于A B柱的连接交汇点 在法规侧碰或者助碰测试中 此处起到非常重要的撞击力传导和分散作用 在此处通过螺栓连接 再结合焊接工艺 能够补强这个交汇点的连接强度 从而提升碰撞安全系数 和理想工程师进行深入沟通后得知 此处即使不采用螺栓连接 也能够满足主流法规和碰撞安全标准 但在理想内部碰撞安全测试时 发现只通过焊接工艺连接的话 在一些测碰测试项目中 车身框架相对较大的变形量 会导致测窗玻璃有可能会发生碎裂的情况 玻璃碎裂后有可能刺破测漆连 导致测漆连保压时间大大下降 影响了它对成员的保护效果 理想汽车创始人理想先生 对于测碰碎玻璃的事极为关注 要求工程师采取优化措施 保证在测碰适度中 测窗玻璃不能碎裂 提升安全系数 所以Mega车上就有了这个用来保命的螺栓连接 这个螺栓连接在成品车上并不是外露的 而是有车身外覆盖装饰件包裹在里面 并不影响造型的美观性 这里给大家总结一下 理想Mega的这个螺栓连接 本质上起到的是结构补强的作用 虽然看上去有些另类 但它实实在在提升了安全性 与理想品牌对整车安全的苛求 是密不可分的 希望上面的解读能让各位对理想 Mega上这个小小的螺栓连接 有更全面的了解